而为了让台湾的资金能够更活络 经济部今天举办2014全球招商论坛 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外商投资台湾 经济部表示这次共有61家的外商 表示投资意愿 渴望汇集投资金额高达1480亿元 其中已经有23家的外商 今天和经济部长杜子军签署了投资意向书 只能台湾认为它是处于西方的中心 强调台湾是东亚的中心 比起韩国和新加坡都更有地理优势 经济部8号举办2014年全球招商论坛 希望增加国外对台投资 总统马英九也到场致辞 校说要大家多投资更要多购物 这次全球招商论坛共继吸引61家厂商 投资额高达1480亿元 其中新增投资案有26件 增加投资有35件 并邀请23家外商代表签署投资意向书 未来三年总投资金额达970亿元 渴望创造近1万个工作机会 今天有总共有23家企业来跟我们签署 投资意向书 也借这个机会把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延览外商来台投资的成果做一个展示 经济部投资业务处表示 历年来共有87家外资签署了投资意向书 签署金额高达3176亿元 而达成率有90.8% 可见招商活动确实有效 有点TV 城市文权 月威台北报道